肥糖一肚子想问的,什么眼肿,是急,小电影,但看老千上下眼皮都在打架,又怕问多了惹人怀疑,只好不吭气了。 叶刘希被关内关外搅得头疼,想好好睡觉,脑子里一呼跳出来那首歌,一呼又是方氏守着丹炉,炉火熏熏的画面,翻来覆去间,听到昌东低声问,又烦了。 叶刘希说,不烦,管他关内关外,我只要有吃有喝有铺味,做人呆做的事就行了。 他转头看他,你再烦。 昌东看粗糙不平的昏黑叫顶,也不烦,烦又解决不了事情,只是在等。 事情早有结果,像机场行李的传输带,不管旅客如何新交,始终慢慢吞吞,还没把结果送到他面前。 叶刘希闭上眼睛,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,又梦到破旧的屋子,木头门被风仙地撞来撞去,篝火旁,掉落一只松了带的胶鞋,角落的水缸豁口处,露出一双金黄的眼睛。 他觉得自己走进梦里去了,倚着门,百无聊赖地看着一切,忍不住想打哈欠,还想发牢骚,来来回回都是这一场,能不能换个场景。 别人做梦,像连续剧,有启程转合,他的梦,从来都指着一个单调的画面,下次再做这个梦,他应该带着线团和棒针进来织毛衣。 他被自己的想法给笑醒了,睁开眼,发现阿和已经起了,正蹲在米袋旁,拿手往盆里抓米,抓了几把,想了想,似乎觉得不够,又抓多了些。 然后向外走,步子细碎,大概要给大家做早饭。 关内物资不丰富,白吃白住人家的,有点过意不去,更何况,他们这一来,多的可不是一张两张嘴。 叶刘希欠起身子去推昌东,昌东醒得很快,但意识没跟上,半个人静在疲惫昏尘里,问他,干嘛? 声音浑厚低沉,带不清醒的一线沙哑,叶刘希忽然听愣了,下意识说了句,你再说一遍。 他不管,反正好听的,自己喜欢的,就要再来一遍。 昌东清醒了,他揉着眼睛,有些疲惫地坐起来,怎么了? 叶刘希叹气,感觉不一样了,最妙是不经意,不提防,忽然击中,又求不来。 他伸出手,车钥匙,车里不是有吃的吗? 拿些出来,阿和煮饭去了,咱们不能进吃他们的。 昌东安了一声,掀开盖毯起身,我去吧。 信号,信号,信号。 通铺有个好处,醒了一两个,稍有动静,都不用嚷嚷,其他的也就全醒了。 而醒过来之后,没人愿意待在地底下,昌东只叠了个盖毯的功夫,抬头一看,周围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。 除了他,居然没人礼铺,都是掀了被窝就走,而边上,叶刘希的毯子,裹垒得像个花卷。 昌东多看了两眼,他眼一翻,怎么着? 没怎么。 他说,上去吧,下头闷。 刚起身走了两步,忽然察觉到什么。 回头看时,叶刘希正伸手把他的毯子拽歪一脚,他老早看他叠那么方正不顺眼了,就等着他走。 一抬头,才知道被抓了个正着,叶刘希舔着脸皮,说,这样有凌乱美。 昌东部追求凌乱美,他想过去里,叶刘希动作好快,手一张,拿身体挡住。 从他监测看过去,自己的盖毯,本来叠得像个豆腐块,现在像豆腐块成了筋,正跳楼寻死。 昌东心里猫抓一样,强迫症上来没办法,毯子没叠症,感觉像穿了条屁股上有洞的裤子。 叶刘希只装不知道,连推带嗓,别磨蹭了,大家都上去了,还要做饭呢。 昌东跟他商量,刘希,最多这样,我帮你一起叠了。 叶刘希摇头,又憋不住,自己在那月,笑到去擦眼睛。 昌东看了他一会,觉得他像个漂亮的二傻子。 他说,还笑,东西笑掉了,知道吗? 叶刘希低头去看,什么? 昌东踩住入口的脚灯往上爬,肉。 叶刘希低头看看自己身材,仰头说,怪不得我觉得自己瘦了。 星号,星号,星号。 上到地面,院子里满眼的人,有刷牙的,有擦脸的,阿和在门边搭了个简易的灶台,柴火正旺,锅里的粥肺开,薯条在边上帮忙切土豆,切好了扔进锅里,再撒点盐下去。 这是什么吃法? 昌东还没尝上,已经觉得嘴里味道怪怪的了。 天气不大好,老千叼着烟带砸把嘴,说,今天怕是要起沙暴啊。 语气里,有一种奇怪的胶着。 戈壁滩上刮沙尘暴不是尝试吗? 昌东正想说什么,阿和忽然吼了句,干什么,火都烧不起来了。 接话的是肥唐,吼得比阿和还大声,我就从边上走一下,火就烧不起来了。 他就这么怕我。 昌东又是好笑,又是头疼,顿了顿招呼肥唐,过来帮我去车上搬点东西。 他带着肥唐穿过院子。 肥唐怒气冲冲,关内人,都什么素质,我是打他了,但他也打我了呀。 东哥我跟你说。 他突然住嘴。 院外,昌东的车子歪向一侧,四个轮胎,有两个软塌了,凑近看,应该是被硬生生啃破的。 车身上,遍布年夜风干后的手印脚印,都不知道被多少只人架子爬过攀过。 星号星号星号,车子如此悲惨,昌东居然想笑。 他刚进西北走线时,杰是一位前辈,那人比他大了四五岁,开陆地巡洋舰,对车子宠的不是一心半点。 曾经大言不惭说,车子就是男人的老婆,女朋友都只能排第二。 同位男人,择偶眼光各异。 昌东觉得,车子跟老婆,还是不能比的。 所以现在车子半废,他也只是端了碗米粥,边喝边绕着看,周围一圈人,端碗的端碗,脚烤囊的脚烤囊,夜流西夜下夹着刀,正撕开一袋榨菜。 真是生平所经历过的,最诡异的车展。 昌东心里迅速估算出损失和弥补方案。 还好,人架子算是嘴下留情,车上有只备胎,那就还有三只能用。 他也是改装车胎,估计全关内都没有同款,剩下的那只,缝针,锦线,补胎胶,塞棉被,什么法子都来,硬补吧。 他说了句,估计是来踩锅点了,有点智商,知道毁轮子,让我们走不了。 肥膛磕磕巴巴的,那,东哥,修得好吗? 我们来得及走吗? 昌东问他,走到哪去? 我们走了,阿和他们怎么办? 追根究底,这是我们招来的。 更何况,那第四只胎,能不能补得成,补了能跑多远,往哪跑,都还是未知数呢? 肥膛不吭声了。 昌东拿了工具箱下来,取出千斤顶和十字扳手拆胎,高深挽起袖子过来帮忙,夜流西猜到昌东想干什么,吩咐肥膛,找个地方,好藏这些东西。 车子太大,没地方藏,能拆的先拆掉,人架子再来,但留个车壳子让他啃吧,可不能再费重要的零件了。 院落里那几间房,都他坏得不成样子,肥膛找了泼下的一间,门墙都还妥当。 昌东一样样地从车上往下拆硬件,肥膛和丁柳也就一趟趟地跑,东西藏好了,拿帐篷不盖好,又往上头堆废木头,捧草盖,破除破缸,总之,怎么不起眼怎么来? 好好一辆车,末了真成了个废弃的空壳子,能吃能用的物资都卸下来搬进地窖,阿和张罗着腾地方摆放,瞅了个空子,偷偷对老千说,我说没错吧,这些东西,世界上都见不到呢。 老千盯着那些东西看,眼神有些异样,忙完了已经是午后,昌东和叶刘希商量加固门墙,说白了就是多加两道防御,院门封住,造房的门窗也加多拦炸,怎么都不能让对方长驱直入。 丁柳兴奋的两甲通红,听昌东吩咐的时候,一直嚷嚷得太刺激了,昌东苦笑,觉得他恐怕已经把柳七的吩咐,以及在干爹面前正表现什么的给忘到脑后去了。 院落里废料多,实在不够,就去拆别处房子的门板床板,工具箱里家伙也齐全,丁枪,电钻,线具,应有尽有,活奋下去,每个人都有事忙,阿和他们也在边上递送东西,能帮什么帮什么。 正忙到不可开交,丁柳忽然说了句,那是沙尘暴吗?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,天边一道折黄的沙墙正快速往这个方向以来,昌东嗡了一声,提醒了句,拿衣服包住头脸吧,注意防风,实在风大,就进屋避避。 总得在天黑前把活做到七七八八,依着阿和的说法,半夜人架子就该出窝了。 没过多久,沙尘暴的前哨就到了,天色陡暗,风吹的人立不住脚,昌东抬头去看,半天上沙云滚滚,估计没几分钟,遮天地日,天就会瞬间全黑了。 无意间转头,忽然发现,忙活的只是自己这头的人,阿和,薯条,老千都不见了。 电光石火之间,昌东忽然冒出一个念头,大吼,回地窖,马上回去。 话音未落,半空里一声怪叫,一条枯瘦的人影几乎是从墙外弹扑进来,直直扑向钉柳,高深眼疾手快,把手里的弓冰铲砸砍过去。 小柳,小心。 那人架子被砍个正着,一声嘶吼,在地上打个滚,迅速又翻起来,后背上插着铲尖,缓缓回头,高深操起手边一截木头,吼,来啊。 昌东还没来得及说话,忽然听到肥堂带着哭腔的声音,进不去,东哥,地窖被封了。 来不及看地窖了,房顶上已经翻上了四五条人架子,四肢并用,速度飞快,不分先后,一起向人内刃扑进来。 昌东吼了句,别管地窖,顾自己,手边有什么用什么,不拼就没命了。 话刚说完,有个人架子已经冲到眼前,昌东想也不想,手中钉枪举起,向了人架子头上猛砸,与此同时飞起一脚,将它踹开两米多远,那人架子就地一番,像是察觉不到痛,再次扑来。 院子里乱作一团,人架子的怪叫,枪响,钉柳的尖叫,肥堂的吼声,电钻声混在一起,震得人耳膜嗡嗡响。 昌东刚躲开人架子那一扑,忽然听到叶刘西的声音,昌东,你能比他们快吗? 昌东一下子反应过来,扔下手中钉枪,一个飞扑上墙。 他曾经和叶刘西说过,功夫只是二流,自己更擅长跑酷,而跑酷的核心,是极限的灵活和快。 要跟兽打架,要比兽更狠,要赢过人架子,得更快。 攀上墙头之后,昌东一刻不停,一个脑滚上屋顶,院里的局势一目了然。 他大吼,刘西,高深,你们俩订中场,当靶子,互相掩护。 高深正狠狠摁住一个人架子的脑子往墙上撞,闻声就往院中跑,叶刘西从另一个方向飞奔过来,迅速和他背对背站定。 身后有飞扑声,昌东单手扒住屋檐边,身子飞荡到另一侧矮墙上,丁柳,能打冷枪吗? 都没看到丁柳在哪,但能听到他大叫的声音,能。 躲到暗处,放冷枪,别伤着自己人。 说完了,就是落地,刘西,枪扔给我。 他急速飞奔过院中,接过叶刘西甩过来的枪,迅速回头,一枪击中身后飞扑而至的人架子的眉心,顺势诱上了破屋的矮墙,肥膛。 啊,很好,人都还在,昌东放下心来,觉得布局的差不多了,有被撂倒的,你负责别再让他们站起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